由家中文化发展协会主办中华传奇 请力打造的2013五州同春海外春晚 将于2月16日星期六 在多伦多艺术中心进行下午及晚上的两场精彩演出 这次我们在这里举行新闻发布会 是为2013年五州同春新春晚会 五州同春自打造以来今年也是第六年了 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高水准高艺术 而且那个阵容强大 是中国文化部包括国内一流演出艺术团打造的一台 结合杂技舞蹈明月和唱歌为一台的综艺节目 今年的五州同春和往年不太一样的是 阵容比较前大 大概有80个演员 同时是海外派出演出团体第一次尝试 就是带了一个明月交响乐团现场伴奏为演员演奏 包括所有的杂技魔术舞蹈等等 所以它这个五州同春现在形成了一个海外春晚的一个品牌 所以我们希望广大的观众能够欣赏这台晚会 而且因为是第六年了 所以每一年我们都力争把这台晚会无论从艺术上还是质量上都提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层次 所以今年也是我们第一次尝试带一个交响乐团来 希望观众能够喜欢 2013五州同春整体节目分为印象中国 色彩中国 韵律中国 及绚丽中国 四个篇章 以中华民族乐器 民族舞蹈为基础 打造中国式的舞台艺术结构 同时穿插 杂技魔术等吸引眼球的节目 绚丽多姿的舞台和精彩分层的表演 一定让观众目不暇接 这个五州同春的表演就会在下一个星期六 Next Saturday February 16th at Toronto Center for the Arts 在英街的在Nord York 一场就是两点半 一场就是八点 现在这些票都买得很快 尤其是晚上的票都差不多九成没有了 还有现在就是下午 就已经有50% 如果是传媒帮我们讲一讲出去 就还有机会可以买 因为今次在北京来的表演 是十分十分精彩的 现在有很多晚会 大家都能够通过电视来欣赏 包括中国央视的春晚 但是您清零现场观看 您的震撼力 您的视觉 您的感官 会和您在电视上看完全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种现场的震撼力 只有在现场才能够清零到 所以希望广大观众能够积极的去买票 清零现场 观看这一个高水平的演出 这个演出地点在多伦多艺术中心 在一样和夏布尔和菲女之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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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期ea